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这里是日内瓦演播室 我是山梅雷迪斯 本期与我们讨论伊斯兰金融的嘉宾是SAFA的约翰 感谢你的邀请 我们看到安永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公布的财富和资产报告中 看出沙特和海湾的财富值正在提高 还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海湾地区是十分的富有的 通常意义上来说这是正确的 尤其是在迪拜 阿布达比 卡塔尔和约翰 对于这个年代来说 也就是近40年来说 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经济生态圈 当沙特也加入其中之后 这个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圈就已经正式地形成了 而资产等级一下就来到了百万级甚至是更多 在整个海湾地区的金融领域 估值已经来到了三万亿 所以沙特是否有足够的投资资金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了 有意思的是 谁在管理这些资金呢 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感兴趣的 调查的结果显示就是 其中70%的资产资金都被离岸银行管理 而30%被国内的银行管理 这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在20年前 国内银行所持有的投资资金比例为零 这也就是意味着 国内投资管理在全球投资中 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大了 那么 这意味着伊斯兰管理正在变得更好吗 不是 这并不是说 整个伊斯兰的风险管理正在变得更好 而是他们做事的习惯 因为我们正在谈论的区域是 百分之百的穆斯林区 并且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遇到的来自于沙特的客户中 在日内瓦开设账户的人群中 都是一些纯正的穆斯林 我可以向你保证的就是 这些客户无论是在家中 还是在办公室 或者是在社交场所 对待伊斯兰的一切 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 在日内瓦 来自于沙特和海湾地区的 投资的管理基金数量 大约有1000亿美元左右 好的 针对这个问题 您还有哪些最新的发现呢 在这里我可以为你举一个例子 我的教授在讲述 全球资产管理的时候 给了我们一些相关的课业任务 第一个就是调查 全球性的投资风险 你知道资产管理是一个 经历了80年发展的专业领域 这其中涉及的领域也有很多 投资额度 分配比例也是很多种 在这其中最基本的就是 你所拥有的全球性的投资数据 这对你的客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是第一个使用创新手法的 我们开始研究在哪些领域 是穆斯林之前所没有触及到的 但却是合适他们投资的领域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我们研究了中性的基金市场 中性基金市场已经拥有超过 520到530亿美元的资产规模了 而被淘汰的种类 都有着他们的共同点 99%因为每天的流动性太低 80%因为活动轨迹超过五年以上 所以排除掉这些资产类型 有哪些合适投资者的资金进入的呢 例如金融货币市场固定收益资产 另类资产 总之选择的产品种类 要尽量的专业和受监管的程度要高 那么瑞士市场受到 伊斯兰金融的影响有哪些呢 伊斯兰经济和瑞士经济之间 有着非常长的合作的历史 特别是在私人银行业 我认为相对于其他的市场 瑞士尤其是日内瓦 将来仍然会是持续保持对 伊斯兰金融业的吸引力 如果投资欧洲债券的话 最多只会有几十个亿的收入 而瑞士市场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 并且资产和购买者的比例是相当合理的 在一年前我们看到了英国的政府债券的问题 他们出现了超过十二倍的认购 这也就意味着 对应一英镑的价值 出现了每十二英镑的供应 而我们都知道 除了IPO 你在债券市场 是绝对不会看到超过十二倍的债券认购的 而在另外一个方面 瑞士的债券市场 相比于欧洲债券 拥有更多的多样性 最后就是伊斯兰的金融业 与瑞士的金融业之间 相互的融合性 进行的也是非常的好的 好的 约翰感谢您今天介绍我们采访 谢谢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